HELLO 各位 歡迎收看本影片 最近呢 對了 我今天沒有吃藥 抱歉 先跟各位說一下 那個情緒可能有點誇張 最近呢 叔叔受到很多私訊 就是有關於有人在網路上流傳說 叔叔 愛麗絲全攻 然後走中路車是全攻 找輔助 全魔攻型的 很強 叔叔你可以幫我們做測試嗎 首先 來 我先跟你們講 我有去看 那些網路人 網路上的人在教 什麼網路人 網路上的人在教 我就看到 首先哪第一個 那打下去 一招八千喔 很痛對不對 全魔攻型的那個愛麗絲 唉唷 腰太貴喔 好痛喔 大家都覺得 好強好強喔 叔叔那個東西好強喔 我就跟你說啦 那什麼場 那什麼場 那是什麼場 那什麼場 我今天我跟你講 我隨便開一個1400分的場 1600分的場 我每一場我都可以打30%以上 隨便一隻角色 絕對 絕對 這樣會太兇嗎 這樣會太兇嗎 應該還好吧 我今天直接開本號好不好 千百大的場 巔峰賽單排 單排 我直接來測試 到底這隻角色 全魔攻型的到底行不行 這樣總可以了吧 我直接跟你講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今天 這道題就很像是 你今天如果 開一隻小號去測試 完全不準 為什麼 這種感覺就很像是 好 我今天是一個大學生 三流的大學生好了 就算我今天是三流的大學生 可是我去考小學的題目 我可能能不能過 輕輕鬆鬆 隨便考得100分 好不好 隨便考得100分 但是問題是 如果今天 我去考台大的試題 我跟你講就很難了 那不好意思 台大的人 就在這裡 我今天直接來幫你們測試 這道題到底行不行 要不是說 我們馬上給大家繼續看下去 全魔攻型愛麗絲 擺大場實測給你看 然後呢 你看到叔叔配裝推薦 你一定想說 叔叔為什麼 你今天不是要測試全魔攻型嗎 你亂說 你那個配裝明明就是半坦的 首先 我直接跟你講 完全不推薦你出全魔攻 第一個 你就想 你今天要出全魔攻 為什麼你不出維拉輔助就好了 維拉輸出不是更高 你為什麼不出哥德爾就好了 那為什麼現在 維拉輔助不行 為什麼不行 你沒有辦法佔中線嗎 這這麼簡單的道理 好不好 你如果要玩這隻角色 如果你說這隻角色可以的話 那基本上 所有的魔攻角都可以大輔助 就是這麼簡單 因為你爆發輸出還比愛麗絲還要強 第一個 我沒有辦法佔中線 你就想 你今天是一個小妹妹 對面一個相撲走過來 他直接這樣衝撞 你怎麼跟他衝撞 你可能就是被撞 這段會被黃標 等一下 你就是完全沒有辦法來去跟他踩中線 你的視野踩不出去 你的中怎麼打 你的野怎麼打 野區視野直接被敵方擠 你就很常會遇到一個狀況 為什麼那個導演一直罵我 你就選一個 選魔攻愛麗絲的活該好不好 你沒有辦法來去幫隊友踩中線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這場 等一下從頭到尾 我基本上沒有辦法來去優先做踩視野的動作 我都只能利用我的低圖觀來去做判斷說 這裡面沒有人 以及我只能用我的操作來去扭招 才有辦法幫隊友爭奪視野 不然要不然就是我必須後面跟著一大堆壯憾 我跟他們一起擠進去才有機會 你等一下看清楚了 然後現在上到了四等 那各位 我今天並不是在說愛麗絲不能出 愛麗絲是可以出的 問題就是能盡量你們今天可能隊友裡面 大男比較多 戰士比較多 以及你們想要打 大家打正 他才有機會 再來就是你要了解 愛麗絲他到底這個學妹到底 到底跟你說爽在哪裡 你到底欣賞他在哪裡 你要知道怎麼用他 你要知道他喜歡什麼 不然你怎麼拔他 對很簡單 愛麗絲是一隻什麼角色 他是一隻軟輔 所以呢 他能夠跟敵方做硬碰撞嗎 你如果今天只有一個人的時候 你可以跟人家做碰撞嗎 你必須後面有人 對沒錯 這就是他的答案 你必須後面有人 代表說你必須打配合 他是一隻配合型的角色 打配合的角色 所以呢 今天你如果想要玩他 你拜託 請你跟隊友雙排或三排 你才能夠摳隊友說 這邊準備進攻 像我們這邊準備進攻 但是我已經知道 隊友到底想要幹什麼 我們這邊直接一個大絕 沉默加上硬技能 直接利用二技能 幫我們的隊友加速 然後我們就可以解控了 然後我們這邊 這裡準備幫隊友做解控的動作 先讓二技能往前 然後自己一個清醒 能夠騙掉敵方小青的 什麼能夠騙掉 直接騙掉敵方小青的大之後 我們就安然而退 前面三顆人頭 但是兩顆人頭跟我們是有關的 你就記得多多做遊走 他就是一隻配合角色 旁邊有人的時候 我們就會很強 但是旁邊沒有人的時候 我們就很累 OK 這就是他的缺點以及優點 我們這邊大絕很簡單 直接緩在敵方 準備撤退的路徑上 有沒有 這裡就是直接幫他 他其實講真的 他對於攻塔 以及在打那種大型會戰來說 其實他算是一隻蠻好用的角色 就是他的大絕 其實算是蠻好用 你就想今天一個陣線 五五碰撞 撞起來的時候 愛麗絲的大絕就是在你敵方的頭咖 你是不是就很慢 對 以及或是你今天可能像是一隻 那個叫什麼 那個沙子的那個叫什麼 我愛羅 不是我愛羅 那個叫什麼 那個膽膽超人 不是膽膽超人 反正就是用沙子的那一隻 我忘記他叫什麼了 他的大絕不是就一團沙衝過去嗎 對 他在打陣線的時候很強 但是為什麼其他時候 他基本上是派不上用場的很簡單 因為他只能打碰撞 敵方只要知道你這個弱點 他就不跟你打碰撞 我就跟你來去打各種型態型的單抓 不要跟你打五五碰撞挖到後 然後我這邊這場 故意帶的是一個清醒 如果你今天想要玩愛麗絲的話 第一個你可以帶治癒 或是帶什麼 鎮儀我覺得都是可以的 那這場之所以會帶清醒的原因 是因為敵方也是諾可惜 我不想被敵方抓到 我今天知道我夠軟了 我只要被諾可惜握到手的時候 我就死定了 OK 我們這邊來去跟隊友打一下配合 然後來去進行一個拉打 我就故意站在這個諾可惜前面 他只要想要勾 我就故意去吃勾 然後再按清醒解掉就好了 沒錯 這個就是靠你的反應操作 來去做執行的動作 然後我們這邊來去做一個卡點位 我看到敵方洛良的位置之後 隊友應該是可以安然的 把這隻亥犽做塔殺的動作 因為我們已經把那些洛良勸退了 可是很可惜 那大家覺得開得有點 有點繞 在塔下來 那也是沒有辦法 OK 那這邊就準備來去打一個配合 配合拉茲來去擊殺敵方的洛良 洛良一個二技能 很可惜他利用凝霜 躲掉了我們第一個碰撞 然後我的一技能被那個拉茲給踹掉了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的索文來了 這裡一樣直接二技能加速之後 一技能成功緩住他 直接配合隊友 帶走他的人頭 那其實這一場 我們在前期的時候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我們所有的碰撞都是前提 我旁邊有壯漢學長 我才敢打碰撞 我們這邊一樣 我已經知道那種可惜在裡面了 這一個大絕 然後再一個一技能 然後只能拉掉了 因為沒得打 沒得打碰撞了 然後我們其他的 打碰撞的時候 這隻角色 只能來去進行拉拉 你沒有辦法幫隊友分擔太多東西 我像這邊我就沒有辦法了 隊友就被勾掉 我就變成是一個什麼 超級無敵小洛基 他就是要怎麼講 他的概念就很像是一隻 牙牙的感覺 然後他又沒有牙牙牆 就是他就是旁邊必須要有隊友 你就想牙牙樓下的時候超洛 那我們這邊 利用我們 因為這場剛好初選魔魔攻裝 然後我們就是在實測 我們就直接利用大絕塞在地上 把兵線給Rush掉 等一下我們才不會 讓我們的上塔 被敵方做點掉的動作 因為已經5分鐘了 然後愛麗絲的訣竅很簡單 就是你的拉打能力 你拉打能力 只要你有玩過ADC 如果你的ADC很厲害的話 基本上你玩愛麗絲應該是很簡單 因為你就是前對後拉 前對後拉 然後在那邊走來走去 然後二技能放準一點 一技能放準一點 然後你的二技能 就是拿來幫你隊友打進攻的動作 你有沒有看到 我們就是加速非常的快 然後這邊我來去預判他 結果我逼迫他必須往後跳 那他就必須 他就死定了 他就是會被我隊友給帶走 因為我後面都是我的壯漢學長 這邊那一隻小心想要壁咚我們 沒關係 我們就直接全然後拉 拉掉 等一下我們有大絕 可以配合隊友來去壓這波塔的血線 甚至直接把這個塔給點掉 然後我們的大絕記得隨時隨地扣著 不要亂丟 不要亂丟 因為你可以利用這一個東西 二技能加上大絕一技能的combo 來去進行第一拍的gank 敵方基本上拉 只要被你二技能 然後隊友加速 然後大絕沉沒 然後一技能緩掉 他基本上就死定了 因為你隊友直接湧上去 所以這隻角色強就強在打 配合千以切記了 我們這邊的一個大絕一技能 直接把敵方緩住之後 嘿呀轉的非常的漂亮 那我們這邊雖然死定了 但是沒有關係 我的隊友可以利用這個東西 來去收拾殘局 基本上拉這場 贏定了 贏定了 因為我們已經拖到後期了 那剛剛的畫面也代表說什麼 你愛麗絲今天 她就是一隻純粹拿來控制的角色 你能夠活下來 你就可以幫你隊友控制的更多 所以呢 你今天如果出全魔攻裝的話 基本上你打 你的輔助出全魔攻裝沒有什麼用 你寧願幫你隊友多控制一點 那我們這邊呢 記得前面剛剛講過的階級 蹲草之後二技能加速 大絕一技能 敵方一漏頭 就是這樣子的combo 二技能加速 大絕一技能 階級就這麼簡單 這隻角色基本上不需要什麼階級 階級的技巧 他就是二技能加速 大絕一技能 就這樣子 就是這麼簡單 蹲草然後幫隊友加速 然後就直接沉默 一技能定住 其他的東西就是完全就是依靠你的什麼 走位 然後以及你的一技能的施放 我們這邊的一樣 幫隊友加速 然後以及一技能還速 你有沒有看到 我需要全魔攻裝嗎 不需要 我需要的是什麼 來考各位 愛麗絲需要的是什麼 你要放東西 你要放技能放的越來越多 你需要什麼 CDR以及什麼 坦度 然後以及 頂多就是功能裝 可能兵杖 可能什麼 拘魂 對 就是這麼簡單 這隻角色就是這麼簡單 好不好 概念我已經交給你們了 然後一樣 配合隊友進行一波拉打 二技能幫他加速 然後一技能就是幫他定人 大絕就是拿來打第一拍的GANK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在 基本上 所有的會戰 基本上都有我們的影子 我們就可以幫隊友加速的動作 然後這邊一樣往前卡 然後大絕直接緩住他 讓敵方第一拍的時間 沒有辦法對我們的其他人 進行任何的威脅的動作 然後這個隊友有點 有點 然後衝了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這邊幫他們加速一下 準備進行一波撤退 然後我們也幫他們吃了很多塔 然後趕快 把敵人給拍下來 然後 拆完這個塔 就準備整理一下邊線 準備退了 然後一樣 看到了有沒有 幫隊友二技能加速 這裡呢 隊友就 可以來去進行追擊的動作 一樣再幫他加速 然後看到後面有隻甲蟲 甲蟲躲在草蟲裡面 我們已經看到了 然後先引隊友過來 一技能直接往草裡砸 然後加上二技能 幫隊友加速 敵方兩顆人頭 直接落下 等一下壓高地 很簡單 大絕先扣著 等兵來 我們不急 我們不急 我們中下都可以推 我們等隊友推 然後等一下就是幫他們放招 大絕直接砸 讓他們敵人 然後這個記得 你就直接幫隊友吃招 就行 然後這邊趕快解掉 然後一技能往那個什麼 洛梁洋的臉上砸 其他的就是交給隊友 趕快點塔 麥克爾勝 成功帶到這場 然後這場呢 是本號的百大廠 分身你們看到 我們拿到了MVP 重點是我們參團率是全場最高 我們參團率七成多 但是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們的輸出只有16.3% 我們全場參團率都跟我們有關係 16.3%而已 而且我們是全魔攻裝 實測 告訴你說什麼 這個東西 不行 我今天如果要拍影片 我想要一個轟動 Wooling的那個標題的話 我就直接 我直接去打一個低端場 好不好 我直接打一個1600分的 超級無敵簡單 我隨便打 真的都是30幾% 40幾%起跳 問題就是我們今天要打的是 能夠實驗 真的可以使用的東西 真的可以使用的東西 拜託各位 請你不要出全魔攻裝 原因就是在於 我們就算出全魔攻裝 這隻角色就是不適合 他需要是什麼 CD 他是一隻打配合的角色 你的輸出來源是你的隊友 所以我們必須把我們的CDR 冷卻時間撐起來 以及你的坦度撐起來 如果我們今天想要出魔攻裝的話 我們只會考慮什麼 功能型的裝備 就是 兵葬 幫隊友緩速 以及什麼 拘魂 幫隊友扛那一些 就是會回血的角色 就這麼簡單 其他的不適用 本影片如果各位喜歡這種 誠實型的分析影片 以及比較高端一點的 嘗試實戰的話 歡迎各位在下方留言 給叔叔知道 我們下次見 拜拜